想练我就得下功夫 什么是功夫 什么是功夫 这一圈20年的功夫 你们挡得住吗 这绝对是李连杰最利器的人物 李连杰以黄飞鸿的形象火遍全球 除了有一身的好武功 还有一身侠气 让黄飞鸿这个角色更加有魅力 但李连杰饰演的霍原甲则完全不同 力气大的吓人 透过屏幕都能感受到散发的很劲 电影上映后 李连杰还被霍原甲后人告上了法庭 说他侵犯了先人文文尔雅的形象 霍原甲一生匡扶正义为人清白 怎能是招来灭门大案的霍家罪人呢 当然李连杰版霍原甲之所以口碑崩坏 被观众骂是大烂片 主要是因为剧组增加拍片 删减了37分钟才成功上映 原本霍原甲的总时长是141分钟 141分钟的导演剪辑版 是以杨子琼饰演的深奥官员 向国际奥委会解释 武术应该纳入奥运比赛的意义 以此来引出霍原甲这位大宗师的故事 之所以这么做 也是因为当年筹拍霍原甲时 北京奥运会临近 李连杰决定借助霍原甲的故事 来诠释自强不息的主题 141分钟完整版 也更加符合影片的初衷 接着霍原甲以棚头垢面的形象出现 手中握着女儿的锦囊 回顾自己那辉煌又糟糕的上半身 这样的开头 明显要比霍原甲站在擂台上 与高手交战的影院版开幕更有内涵 然而影院版为了排片 很势力的剪掉了文戏 改成了更振奋人心的武戏 这一举动让电影变得极度不协调 被评价能看的只有打戏 直到删减的内容完全放出来 才洗脱了李连杰和导演于仁泰的冤屈 霍原甲天生气喘 虽出生于武术世家 却被父亲霍恩帝严禁习武 但是霍原甲好奇心十足 不仅会偷看父亲打拳 还让发小农近孙帮忙写字 自己却在一旁练功 这一天擂台比武的日子 台上的两人 一个是霍原甲的父亲霍恩帝 一个是赵家泉传人赵忠强 而面对霍家泉 赵忠强很快就被逼到角落 本以为下一招是绝杀拳 可霍恩帝突然收手 他想起来自己原来不会武功 短暂的停顿 给了赵忠强喘息的机会 他随即出拳 一举将霍恩帝打出擂台 赢下了比武擂台 在旁观看全过程的霍原甲 不理解父亲的行为 明明能打赢 为什么却故意手下留情 这时赵忠强的儿子赵健找到霍原甲 两人要效仿父亲 要来一场比武对决 可从来没有正常习武的霍原甲 根本不是对手 又被赵健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也是在这时候 被踩在脚底的霍原甲心底发誓 从今往后 没人能在擂台上打倒我 看这鼻青脸肿的霍原甲 父亲霍恩帝要加法处置 但又在妻子的劝说下 改为抄写论语诗变 后看霍原甲还心有不甘 母亲温柔的告诉他 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 首先要学会尊重别人 而不是通过练武 让别人害怕自己 怕你跟敬重你是两回事 这句话可以说是电影的核心内容 年轻的霍原甲好勇斗狠 只想将别人踩在脚下 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实力 后半生突遭变故 一系列打击下霍原甲心灰意冷 真正理解了这段话 从而创建金武学会 观彻武学的意义 而此时上海年幼的霍原甲 根本听不进去 这也证明了原生家庭的影响 很多时候都是潜移默化的 霍原甲只看到父亲威猛的拳法 却不理解在擂台上 他为什么不挥下那一拳 只看到家中墙上贴满了生死状 认为这都是父亲的丰功伟业 却没有听进母亲的尊尊教诲 理解武学点到为止的真正含义 而霍原甲对胜负的执念 同样也持续影响着身边人 就像成家后他跟自己女儿聊天 只有打赢了擂台 女儿才会送给霍原甲礼物 很快霍原甲去世 霍原甲成人鸡争家业 可他没有父亲那般沉稳 眼神中全是锋芒毕露的尖刀 霍原甲出发打擂台的路上 一个风乞丐突然问他 啥时候才能当上金门第一 霍原甲是笑着回应 我不知道你说呢 霍原甲大笑 看起来虽然没有正面回答 但前台词是 今天我打完擂台 难道还不是金门第一 此时的霍原甲既疯狂又自负 不信 你看母亲教育他时 霍原甲那点头敷衍的模样 很快在众人拥护中 霍原甲来到了比武的擂台 看到对手是儿时欺负自己的赵剑 更是激起他的胜负心 双方签下生死状 上台比武 而这些年赵剑也没显着 他走遍大半个中国 练了一身好功夫 铁马扎得不动如山 任霍原甲再怎么攻击都无济于事 被错了锐气的霍原甲 立马变得杀气腾腾 出手很辣 招招攻击赵剑的重要关节 赵剑摆出胡找还击 可同样是进攻 霍原甲的拳头威势十足 抓住机会的他 再次痛击要害 并将赵剑打下擂台 没事吧 没事 赢下对决的霍原甲意气风发 连续向天津所有高手 牵下生死状 无论是什么样的拳法都走不出一个回合 这也让霍原甲更加的嚣张 霍原甲连营38场 擂台上未尝败绩 他成了大众眼中的金门第一 沉浸在一生生霍爷中无法自拔 家中的老母亲和年幼的女儿也不管不顾 至于那些想拜师学权的人 霍原甲根本不看对方的人品 杯酒下肚就成了徒弟 作为发小 农尽孙一脸担忧 他私下劝霍原甲 不要这么锋芒毕露 习武一定要为国家争光 可此时的霍原甲 就像事业出道巅峰的年轻人 认为只要打败最后的秦也 就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金门第一 显然霍原甲还没有理解母亲的教诲 认为只有打 只有把别人踩在脚下 才能证明自己比别人强 而这股畏武痴狂的执念 也成为了日后祸家灾祸的来源 转天在大街上 霍原甲遇到了秦爷 资历行间火药味十足 霍原甲本想先来个下马威 没想到秦爷功力深厚 反手一推让霍原甲吃了亏 实演秦爷的演员 是现任中国邵北权 全国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邵北权形象大使 他名叫陈之辉 曾在央视水浒传里 扮演进军教头王晋 和并观所杨雄 在此之前他还在央视三国演义里 出演徐楚 太史词等重要角色 大家熟知的应该是叶问中的廖师傅 接着来找叶问打架 在叶问家里蹭饭 好了 我们继续回到电影 回到屋馆 看到弟子的花拳秀腿 霍原甲愤怒 忍不住出手教训他们 由此诞生了电影名场面 这时一个徒弟被人抬了进来 他腿被打断 全身是伤 直到是秦爷所为后 霍原甲暴怒 连徒弟被打的原因都没有问 就带着人堵在酒楼找茬 其实结合前面霍原甲的所作所为也知道 他并没有太过在意自己的徒弟 这股杀气腾腾的冲入酒楼 更大程度上是觉得 砸了招牌丢了面子 所以用替徒弟讨回公道的理由 逼迫秦爷跪下给自己道歉 而当好友农近孙来劝说 不要在寿宴上胡闹时 怒在心头的霍原甲是一触即爆 我霍原甲的面子在你眼中是胡闹 陷入空前愤怒的霍原甲 也不管面前的人是不是发小 宁可绝交坚决不退半步 寿宴被砸场子 铁刀门的秦爷自然也是愤怒无比 当即签下生死状 要跟霍原甲以命相搏 生死状它是一种契约 发生攸关性命的行为之前 双方签下免责切结书 内容不外乎 生死两不追究 生死又命富贵在天 简单点的意思就是 打死了人不用负责 可见江湖上根本没有切磋 真正会功夫的那都是玩命 生死状一方面不仅代表了打败一个武师 更重要的意思是代表了一种拳法的厉害 而且在事实上的霍原甲 家中的大厅也是真的挂着这些东西的 我们甚至可以理解为 在那个年代武功的高低 你看他拿下的生死状有多少就知道了 这段也是电影中很经典的片段 漆黑的酒楼电闪雷鸣 霍原甲和秦爷持刀对立 袁和平摒弃了诸多花哨技巧 而是采用了威猛霸道的大刀 代表原始进攻与野蛮拼杀 那种直让对手死亡的破坏欲 虽没有一刀封喉来得爽快 但却更明显衬托出了双方的愤怒 而随着秦爷见血 仇恨再度击化 霍原甲不是用刀高手 面对秦爷的凶猛进攻 手中长刀已经被砍得全是豁口 秦爷想一举接受战斗 谁知霍原甲勾住刀环顺势一脚 不仅卸着武器 还将局势一举逆转 没了武器的秦爷陷入劣势 而红了眼的霍原甲朝朝致命 一招绝杀拳打在秦爷心口 随着骨骼错位秦爷心脏受损 就这样死在了霍原甲的泉下 而经历了生死拼杀的霍原甲 也被徒弟们拉入酒楼 直到天亮才醉醺醺回家 曾经多次询问他的那个乞丐 再次出现在面前 这位乞丐我觉得是电影中的点睛一笔 第一次询问时霍原甲意气风发 而当真正打死了秦爷后 霍原甲才如梦初醒 金门第一不过是一个虚名 自己被虚荣心蒙蔽 甚至为了这个虚名得罪了好友 杀了秦爷连累了母女 最后人才两空 通过乞丐的重复询问 加强了虚名的诱惑性及讽刺意味 霍原甲打败了秦爷 成为了真正的金门第一 可家中等待他的 却是老母亲的尸体 悲痛的霍原甲连忙跑到女儿房间 可自己埋下的货根终究还给了自己 全家被涂的霍原甲 提着刀杀入铁道门 秦爷的义子向左大方承认 是自己趁着霍原甲喝酒庆功时 说完便提到自吻 连报仇的机会都没给霍原甲 可一命抵一命 就能换回女儿和自己的母亲吗 或许是看到了家人的影子 理解冤冤相报何时了 霍原甲没有对秦爷的妻女通下杀手 等到霍原甲回到武馆 才从当初惹事的徒弟口中得知 是他先跟秦爷的小妾通奸在先 秦爷才出手叫醒了他 得知了起因的霍原甲 以无力说话 不过事到如今 谁对谁错似乎也不重要了 所有锋芒都在这世退去 霍原甲离开了天津 藏入商船开始漂泊 不久后他跳入河中 幻想着家人的美好 想要就此结束自己的生命 等到再次醒来 霍原甲已经躺在了牛棚中 在苗女小月的悉心照顾下 霍原甲渐渐打开了心结 这里没有斗争没有攀比 到处都是勤劳的人民 霍原甲逐渐融入苗寨 开始下地农活 可争强好胜之心依旧作祟 看到村民比他快就急了 就一定要将别人超过 但霍原甲插过的秧 小月都要重新插一遍 小月还告诉霍原甲 杨苗也是有生命的 不能靠得太近 不然会妨碍生长 就像人也要互相尊重 才能平安快乐 这一幕其实深深蕴含了 道家思想的精髓 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言 世间万物皆相互依存 和谐共生浑然天成 而人生的至高修养 便是回归自然的怀抱 保持一颗纯真质朴的心灵 抛去锋芒碧露 宠辱不惊 有所为有所不为 方为大道所系 然而霍原甲长久以来 总是一级勇士 他勤奋修炼武术 无非是为了在世间 崭露头角 一旦遭受挫折 便心灰意冷 自然难以领略到 天地万物交融 所带来的那份 宁静与和谐 甚至在某些方面 他的见识 还不如那些 想野村妇 这也变不足为奇了 后面他也学会了 闭眼感受天地灵气 这正是他 心境转换的见证 道理虽然说的不错 但这里也有个明显的纰漏 小月明明是盲女 到底是怎么避开 别人插好的央苗 找到霍原甲乱插的央苗 还能把央苗插的距离刚刚好 在141分钟的导演剪辑版中 苗寨还有一段删减片段 就是霍原甲 与泰拳高手的对决 起因是阿贵偷了人家的牛 按照那边的规矩 阿贵要被活活挨打 一炷香的时间 小月想替阿贵受罚 便挺身而出 当再次打擂台 听到不论生死 霍原甲的心态已是截然不同 他理解了父亲当时 为什么不挥下那一拳 也完全懂了母亲对自己的教导 比武切磋 点到为止 想要得到尊重 那首先就要学会尊重别人 蜕变后的霍原甲 与自己达成和解 决定离开苗寨 回到天津祭拜以示的亲人 苗寨山村戏份是 院线版重点删减的地方 有观众感觉 苗村这一段 对于电影的氛围来说 感觉很别扭 但这个段落其实挺重要的 它是一个误道的过程 充满宗教仪式感 让之后霍原甲的巨大转变 非常合理 比如 月慈帮霍原甲洗头 近乎基督教洗礼 孙丽饰演的月慈 为什么是个盲人 这里面也是要表达 佛家所谓的心眼 心之洞察 如眼之明鉴 还有启发霍原甲的 那个老黄牛也很关键 道德经第八章记载 上山若水 水利万物而不争 不争就是电影的主题 也是全片的提演 霍原甲就是因为前面一直在争 才落到如此地步 人没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天下从来不公平 你可能会经常遭遇挫折背叛 遇到天灾人祸 但你要有勇气走完最后一步 这就是李连杰拍霍原甲的真实意图 后面和泰拳高手的战斗也解释了 为什么打拳导致母亲女儿被杀 霍原甲依然还愿意出手 也让他懂得习武不是为了争强斗狠 武术可以转变为强身健体的运动 来完成对自我的修炼 彻底从擂台武夫 转变成了为国为民的大侠 我们继续回到电影 天津旧债 老管家服输正守着嘉义 入眼一片凄凉 仿佛代表了霍原甲此时的处境 他将挂满墙的生死状全部烧毁 与过去狂妄的自己道别 接着又去秦家登门道歉 给秦爷鞠躬上乡 而此时争执清朝末年 列强大举入侵 天津已经沦为半殖民地 国人饱受歧压 曾经打遍江南无敌手的赵健 也已经沦为街头屠夫 再看霍原甲 他依然愤愤不平 但霍原甲却给了赵健一本货家全谱 之后又从报纸上看到 天津武者被大力士横扫 嘲讽国人东亚病夫的报道后 霍原甲明白 这里才是自己真正要打的擂台 他再次找到农静孙 想要借一笔钱 静孙还以为他跟以前一样 借钱是要去打擂台 便美好话的将霍原甲赶了出去 直到看见霍原甲的报纸 便立刻让管家将钱送去 在农静孙的资助下 霍原甲到了上海对战大力士 大力士的扮演者是 澳大利亚演员内森琼斯 他身高2.11米 可以徒手扯断链链 与他相比 李连杰饰演的霍原甲 就诸如了很多 体型带来的巨大差异 让霍原甲一上场就陷入颓势 面对大力士的所记 霍原甲一直插向肋骨挣脱束缚 接着不断用化镜 卸掉大力士的满力 面对泥球一样的霍原甲 大力士暴怒 霍原甲趁机起誓 一脚大力飞踹 奥比因掉出场外 霍原甲立刻抬脚前顶 成功救了他一命 这也让大力士输得心服口服 这里霍原甲战胜外国大力士的故事 无疑是电影中的高潮部分 晚清时期的评论家汪更年 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这件事 而且得到了历史学家们的普遍认可 他确实提到了一位英国壮汉 但这位壮汉只是一位表演者 他所谓的打遍中国无敌手 这是他的宣传手段 汪更年记载 当时报纸上登出这条广告后 天津民众非常愤怒 但这位壮汉长得高大威猛 肌肉发达看起来很吓人 这时经舞会的霍原甲得知后 决定和他较量一下 然而两人在比赛规则上 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这位壮汉擅长拳击 不允许使用腿法 更让人震惊的是 霍原甲要和他签生死壮 否则就不比赛 这位壮汉一下子就害怕了 他来中国是为了表演 而不是送命 所以他就登报道歉 回溜溜的离开了中国 所以按照记载 两人并没有真正动手 其实也不能怪大力士怂 真实上的霍原甲可没有那么瘦 身高虽然只有一米七 但体重是180斤的肥胖身材 身高约五尺七寸 腰围雄阔 雄腰虎步 手足敏捷 重200磅 这是关于霍原甲身材的真实描述 形象就是周星驰功夫里的苦力强嘛 十二路弹腿那个 巧的是霍原甲创立精武体操会之后 真的编过一本弹腿 行爷是不是有意致敬霍原甲就不知道了 这下大家明白大力士不敢打的原因了吧 他和霍原甲一比 霍原甲才是大力士 我们继续回到电影 此战过后 大侠霍原甲的名声响彻全国 极大的振奋了当时的国人 而如今的他 已经不再是那个力气十足的少年 霍原甲号召全国的武术流派 摒弃门户之见 并且开始筹办精武体操会 儿时的好友农晋孙与他相见 两人大谈梦想 霍原甲提出精武体操会的理念 欲体欲智欲德 通过交流武术提高民族自信心 只有体格健壮 只得兼备 国民方能自信自强 农晋孙完全没有想到 霍原甲离开三年再回来 转变竟会如此之大 想得这么深 农晋孙很欣慰 他卖掉了祖传的孤月楼 拿着钱帮助霍原甲创办精武体操会 迎来了全国各地舞者的响应 甚至连赵家全传人赵健 也选择放下仇恨加入精武会 这里有观众可能就要问了 精武体操会是我们知道的那个精武门吗 没错 许多影视作品中的精武门的原型 正式成立于1910年的 中国精武体操会 比如1972年 功夫巨星李小龙主演精武门的陈真 独自挑战日本舞馆红口道场 将东亚病夫的牌匾交还 甚至还将写着东亚病夫的纸张撕碎 喂给日本人吃下 是不是有了莫名的即时感 但是在历史上 陈真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他是泥矿创作的人物 原型是霍原甲的大弟子刘振生 霍原甲创立精武体育会不到半年 就英年早逝了 对精武日后的发扬光大 只是起到了象征性作用 而他的弟子们也不像电影中那样 让他失望 他们继承了霍原甲的意志 不断传扬习武强健体魄 自信自强 振奋民族的精神 我们继续回到电影 霍原甲这一行为 无疑引起了列强的不满 毕竟你们一个个搞觉醒 我们还找谁压榨油水去 为了消灭霍原甲这个领头羊 他们组织了四国高手来挑战霍原甲 霍原甲也知道 连战四场对自己不攻 但他代表着国人的气节和骨气 霍原甲别武选择 四国高手中 以日本武士田中实力最强 他也非常佩服霍原甲 比武前两人有段 关于功夫的精彩讨论 田中认为比武就像品茶 同样都是茶 就绝对有高低和不同品性之分 意思是世上武术门派众多 自然功夫也有高低强弱 而霍原甲却说 什么是高什么是低 这些茶都是生在自然中 所以没有高低之分 霍原甲失效 决定茶品的上下高低 是品茶的人 不同的人当然会有不同的选择 同样是说 功夫没有高低 只有习武的人有强弱之别 武术也不是为了战胜对手 而是发现自己 我们真正的对手是自己 田中听明白了 最可怕的敌人就在自己内心 他非常钦佩霍原甲的思想 决心与霍原甲来一次真正比武 很快到了比武当天 第一场霍原甲对战英国拳王 拳王气势汹汹连续出拳 军被霍原甲扭身躲过 霍原甲进身上前 连续攻击面门 拳王直接被打翻在地 第二场对决 是比利时的皇家骑队总教练 他手持长矛对抗 霍原甲的红鹰枪 两人持枪对攻十几招 相互探清虚实后 霍原甲翻身进攻 几番敲打 黄旗教练愤怒 直毛冲锋被霍原甲翻身躲过 黄旗教练彻底失去理智 掰断长枪杀向霍原甲 可一寸长一寸强 霍原甲提枪直刺 再度解决一人 第三场是欧洲击剑冠军 霍原甲手持长剑继续迎战 灵活步伐与锐利剑法相结合 面对攻守兼备的剑法 冠军根本不占上风 随着一记横切被霍原甲躲过 胸口皮具被反手贯穿 霍原甲继续进攻 一招回头望月 西洋剑脱手 冠军隐恨败落 霍原甲兵不血刃 赢下三场决斗 最后一场到了武士田中 这里还有段精彩的文系 当得知霍原甲要一个打四个时 田中十分不满 认为这场比武是不公平的 车轮战犹如武士荣誉 违背了武术的精神 所以不顾使者的阻拦 在霍原甲打败极剑冠军后 就提出可以改日再战 霍原甲拒绝了田中的好意 他坚决要打完 声称既然已经站在了这个台上 胜负就不是一个人的事 双方鞠躬行礼 第三场武士刀对三截棍 田中手中的武士刀锋利无双 霍原甲手中的三截棍 也是刚柔并济的完美武器 金能贴身短打 远能三截连环变棍为枪 头一次遇到三截棍 田中很难进攻 于是大步上前伸手去抢 霍原甲反手甩飞田中 两人互换武器 刀剑同源 霍原甲手持武士刀威势不减 相比之下 田中很快便自己抽了自己的脸 霍原甲剑撞停下攻势 主动归换武器 双方再次重新对决 深知三截棍的难缠 第二回合田中直接近身 砍断相连的铁环 三截变两棍 霍原甲继续进攻 使者一眼看局势不妙 便安排偷换霍原甲的茶水 台上两人生死搏杀 霍原甲用奶支台下勾心斗角 中场休息时 霍原甲毫无察觉喝下茶水 继续上台 进行第三回合拳脚对拼 可不一会儿 霍原甲开始视线模糊 很快就蓄不上气 只能以被动防御为主 对手田中攻势不减 霍原甲堪堪防住一记拳头 跟着一口黑血就吐了出来 田中健壮第一时间暂停比赛 他看出霍原甲被人下毒 农尽孙想送霍原甲去医院 可霍原甲知道 他用力过多 毒以攻心 去不去医院都是一个结果 霍原甲拦下准备去报仇的土地 告诉在场众人 仇恨只会生出更多的仇恨 随后整理衣领 就这样再次走上了擂台 田中开口劝告不要再打了 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 但霍原甲让他听台下的声音 活着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 田中明白了他的意思 表示会全力以赴 以此代表对霍原甲的尊重 第四回合还是拳脚对攻 此时的霍原甲已经是强弩之末 面对进攻只能被动承受 最后一次对攻 霍原甲使出绝杀拳 本该植入心肺的一击毙命 但霍原甲想到父亲 同样也想到了秦也 于是他收手了 就这样倒在擂台上 而同为舞者的田中也深知 是自己输掉了比赛 在裁判正要宣布结果时 田中大声喝止 拉起霍原甲 承认他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在霍原甲最后的战斗中 最让人惊喜的就是 田中这个角色了 影片中并没有一味的贬低 他国形象 日本武士田中一样光彩照人 虽然有无耻下毒的小人 但也存在像田中这种真正的武者 最后一场战斗 霍原甲诠释了自己的宗师风范 田中也充分展示了武士精神 虽然最终认输了 但谁又敢说他输了呢 故事的最后 霍原甲因毒发身亡 结束了他的一生 而他一手装扮的精武体操会 却会将武道精神 传到每一个国人心中 霍原甲是由愚人太子岛 李连杰 孙力 董勇等人主演的动作片 电影是讲述霍原甲一生的故事 但却和现实霍原甲的生平不符 可以说是展示了 功夫皇帝李连杰一生武学的结晶 当年李连杰在接受采访时说 电影充分表达了我的武术观 为什么要习武 我的哲学观 信仰 一切的一切 看完了电影会了解我 拍完这部电影 我再也不会拍武术电影了 因此本片是李连杰最后一部功夫片 也可以当成李连杰的自传 霍原甲只是一层外衣 当年的院线版为了追求打斗效果 删减了不少的文系 甚至杨子琼的戏份都没有了 导致电影缺乏转变 说教意味太浓 这也是当年这部电影争议颇多的重要原因 当然 除了令人吐槽的地方 霍原甲的优点也数不胜数 除了镇人心魄的功夫打斗外 片中许多人物都设计的十分巧妙 比如时不时提醒霍原甲 犹如全片点睛之笔的乞丐 还有宗师对决 不俗气节的武士田中 又或者霍原甲儿时好友农晋孙 霍原甲是浪子回头 而农晋孙却一直是一个正面人物 有时帮霍原甲练字临摹全谱 长大后一介文人 却能把孤月楼经营的有声有色 霍原甲有错意义孤行时 他敢及时提出 不惜用绝交的方法让霍原甲醒悟 霍原甲消失后 他还出钱帮霍原甲还债 得以保存货家组柴 后来一听到霍原甲要去挑战大力士 他二话不说就让人去送钱 为了支持霍原甲办体操会 他竟舍得将其一生的心血 孤月楼卖掉 农晋孙有很大的报复 所作所为都让人感到钦佩 而在道具布置等方面 霍原甲从构思到呈现于大萤幕 耗费了整整三载光阴 李连杰对每一个细节都持以严谨之态 追求尽善尽美 为了还原历史风貌 不惜赤资五百万 精心搭建天津老街 这条街独树一帜 完美呈现了民国初年的独特风情 更有孤月楼 霍家大院等背景建筑相得益彰 使得整部作品的场景更为生动逼真 并且霍原甲在场景布置上的投入 便高达两千多万 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李连杰对服装道具的要求同样严格 力求每一处细节都惊得起推敲 以丝不苟地还原历史原貌 衣服上的一个铜制纽扣 都是从古董店里专门挑选的 霍原甲的票房也绝对对得起李连杰的用心 内地票房一个多亿 香港票房三千多万 北美市场2463万美元 全球总票房7000万美元左右 除此以外 这部电影的DVD收入也高达3100万美元 李连杰也再次证明了自己的票房号召力 那么历史上的霍原甲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呢 我们不妨展开来说说 历史上真实的大侠霍原甲 霍原甲生于1868年 自郡亲 出生于天津靖海县 祖籍河北省东光县 霍原甲在一个密宗权的世家长大 父亲霍恩帝以保镖为业 因霍恩帝的密宗权出神入化 所以很多大商人都求他保镖 但霍恩帝不愿与其为伍 只标穷苦百姓 清白之人对贪官污吏绝不保镖 这也造就了霍原甲驻人为乐的性格 作为保镖的儿子 霍原甲并没有继承父亲霍恩帝的强健体魄 反而幼年体弱 父亲霍恩帝不让他习武 可是霍原甲暗中练习 并在24岁那年 在5分钟之内 击败了一位与父亲旗鼓相当的对手 之后霍原甲创办了弥宗权 成年后以武会友 广结善缘 逐渐在武术界崭露头角 他性格豪爽 乐于助人不畏强暴 因此在民间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霍原甲最著名的事迹之一 就是在时局动荡的1909年 那时外敌入侵 国人饱受欺辱 英国大力士奥皮英 在上海摆下擂台 挑衅中国武术贬低中国人 霍原甲挺身而出 挑战奥皮英 并最终在比赛中击败了他 为中国武术赢得了尊严 也极大的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争精神 怪不得霍家后人霍守金老先生 会选择跟制片方对簿公堂 伟光正的老祖宗 悲速造成了灭门大案的霍家罪人 搁谁谁不生气 历史上的霍原甲 并不是那么争强好斗 霍原甲的武术哲学 强调的是武德和修身养性 而不是单纯的打斗和争胜 所以并不存在电影中 打死秦也的情节 并且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 霍原甲并没有记录在案的 比武冲打死人的情况 作为一个武术家 他在比武冲往往能够 控制自己的力量 避免造成致命伤害 霍原甲的事迹 不仅仅局限于武术比试 他更注重于武术精神的传承 和民族精神的提振 1910年 霍原甲在上海创办了 中国精武体操会 旨在推广武术 强身健体 培养国民的尚武精神 遗憾的是 同年霍原甲因激劳成疾 加上旧伤复发 英年早逝 霍原甲的去世 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他的爱国精神 尚武精神 和坚韧不拔的性格 深深的影响了后人 然而 李连杰这部霍原甲 却塑造出一个浑身利器 甚至略带反派气质的 青年霍原甲 其实这是因为 供应版删减了好多内容 在141分钟的导演剪辑版 把霍原甲转变过程 完整呈现了出来 让霍原甲这个人物性格 都饱满了起来 大家看完完整版 才知道了误会李连杰了 其实李连杰的初心 就是想把霍原甲精神 传递到全世界 2003年 李连杰在新闻上得知 这一年 我们竟有28万人选择轻生 此时的李连杰刚好40岁 站在人生拐点 事发过往 李连杰心里感慨万千 他的前半生并不顺利 早年拍电影受同行欺压 签约香港家和联系闹僵 有人帮他出头 结果意外去世 而且李连杰在国内最疯狂的那几年 一直深负拒债 还钱就是他每天睁开眼 要考虑的问题 但这些别人想象不到的困难 李连杰都挺过来了 他想通过一部电影告诉大家 人生无法选择你的出生 但你能选择你要走的路 霍连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 为了拍好这部电影 李连杰找来了好朋友 于仁泰帮忙 他们的创作方向是 既要发扬我们的武学精神 还要寓教娱乐 既要展示我们的功夫 还要包含世界各国的精湛武术 为给李连杰找到最合适的对手 导演于仁泰花了两年的时间 走遍全球寻找各级武术高手 除了内森琼斯外 参演霍远甲的还有 世界自由搏击金腰带 尚格迪莱耶 国外基建专家安东尼德龙 国外长矛高手布莱登雷亚 与其说这是拍电影 不如说这是世界级的武林大会 那么你喜欢电影中的哪个人物呢 欢迎打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好了 今天的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想了解更多 记得关注加一药 梦德四九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